解放军在释出最新军演画面 这次在南海水域派出鲜少曝光的新型核动力潜舰长征18号 陆方宣称长征18号隐蔽信号机动能力强 可以采用静音工况航行 摆脱敌方跟踪后展开攻击 与老猎手过招 常规手段很难奏效 必须出奇之设 大陆近来大大小小军演不断 还多次针对台湾 国防部近日向立法院提交 2022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就特别点出 大陆严重威胁台湾安全 此外行政院预计将2023年国防预算增加13.9% 大陆军方隔空开呛 台独不根除台海无宁日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 一无谋独的行径一日不止 我们的军事反制行动就一刻不停 台湾如何因应陆方军事威胁 美国态度是关键因素 美国驻北京大使伯恩斯 最新发言呼吁北京重启对话 让中美关系向前迈进 对此彭博社分析 美国正在努力让台海局势降温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